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《透露大陆》今日更新了第75集的预告 我们看了74集的预告后便知道十年因为将唐三视为大坏 这样要在半路上面偷袭唐三 都丝毫不顾自己长辈的身份了 可见其无止到了什么地步,简直是死不足惜 十年活了这么大岁数了,魂生的实力固然是强 但就是在尊颖和人品上面出了点问题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大人街头欺负小孩子的无聊事来 但是大人也有在小孩子手上翻车的例子 十年因为盛性高傲,一开始就没将唐三放在眼里 所以变上了唐三的档,被唐三用终极暗器给直接秒杀 最后不仅白白送了命,就连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也落入了唐三的手中 事后大师严格嘱咐唐三,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弗兰德也好,史莱克也好,就连小五也得是手指竖在嘴边说出一个虚字 可见这个宝贝是有多重要 大师之所以这么要求,倒不是因为不信任同伴,而是没有必要 因为知道了此事对他们来说也没啥好处 甚至知道了不定有时因为太兴奋而不小心说喽喽嘴,就会引来大麻烦 大师正是要避免这一情况 魂骨太悲同寻常了,一旦被说出去了,唐三定然会遭到无穷无尽的袭击 十年那种还是小喽喽,要是万一来了魂斗罗,封号斗罗,唐三几条命都不够用了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号圈全上有几个十万年魂环吗?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